我們會主要用VILO函數 因為我把這個工作表再拖拉一個好了 再另外增加一個來這邊練習 那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用其他函數 像比如說我今天插入函數 在參照函數裡面有個叫lookup函數 你往下找的話找到lookup這個函數 那實際上也是讓你按確定就可以 它實際上就是你要查什麼lookup value 查的lookup vector指的是你這一個 資料要去哪個範圍裡面找 那我要到編號裡面找 所以你給他編號名稱 然後呢 realt vector意思說你要找到的是哪一個範圍相同位置幫你帶回來 那我要找的應該是什麼 姓名部分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他會幫你找到吳伯薇 有沒有 如果你找2的話一樣張顯雅 所以呢 這一個地方基本上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找什麼 假設總銷量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這個範圍 其實就是同樣公式 這個公式一樣 把它複製一下 那如果未來我要再找到總銷量的話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把這個範圍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C3 本來是 B3到 B10 其實就是把B改成C啦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今天的需求是剛好下下填滿 那用lookup函數 這個地方可能就沒辦法 辦到 為什麼 因為 你要有什麼方式可以自動幫你把B改成 B改成C 就是自動向下填滿的時候自動就加 那我有試過啦 你當然可以用chart 就是char那個函數 可以抓到bcd 可是問題 這個地方 它基本上要的參數 它並不是一個字串 而是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個範圍 那個範圍又不是雙引號 如果是雙引號還要搞定 雙引號的話就有個文字 我們還可以用什麼 用我剛剛講那個函數啦 就是 如果你要產生bcd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那個 前面講過的一個什麼呢 文字函數裡面的這個函數 chart 那這個chart函數的話主要是 抓到內碼 那內碼的話呢 如果b 在電腦裡面是66 有發現我輸入66的話 電腦內碼 ASCII code內碼就是b 那如果c的話呢 那就是67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有這個概念的話 假設我chart66 如果向下填滿可以自動變bcd的話 那當然你這邊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把它跟什麼 加在一起 你可以加上roll 加上roll 我有沒有講過 如果你向下增加的話 其實你可以 加一個roll就好了 不過你打勾 他加了roll 加了4 所以變成 66加4 他變f了 有嗎 a是65啦 b是66 f的話就是70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恢復成b的話 你就是把這邊怎麼樣 把他66變什麼 62就好了 62加 有沒有 然後你向下填滿的話 其實也會bcd啦 有沒有發現 向下填滿 可是問題 你要把它放進 因為它不是一個雙引號 所以roll 函數 也可以幫你找到fine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沒辦法向下填滿的時候 可以配合 那個 就是 那個 弱函數可以向下填滿 當然你未來如果要橫向的話 用column OK 橫向是column 狀向是肉 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請各位就是把它變化一下 所以如果用LOOKA函數 如果要查別欄 大概 應該沒有更好的方法了 就只能這樣 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呢 再去找總銷量 打個勾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再貼上 所以你欄數一多的話 你會發現LOOKA函數 在這個地方上面 顯然就 不如那個 vr函數 配合肉那麼方便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大概就是再補充一個 叫LOOKA函數 OK 但是如果你不是要向下填滿啦 只要抓資料的話 這個 也是一個 可以使用到 查資料的函數 再來請各位再把它複製一個 請你用什麼 index index函數呢 將來查資料也會用到 而且 如果說有些地方vr函數 都查不到的 你可以用index來查 那怎麼查 特別注意 我假如說 把這邊 一樣刪掉 我改用index來做好了 一樣的 結果 插入函數的話呢 你可以從檢視與參照裡面 找到那個index函數 按個確定 特別注意我講過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有些函數 即便沒有使用過 也不用擔心 你必須要先了解 前面問的問題 有沒有 他問你說array 你就要給他一個array 那這個array指的 其實通常就是範圍啦 他問你說 請你告訴我 你要找的範圍在哪裡呀 那我要的範圍 基本上就是 不包含南衛名稱的這些資料 ok 第二個問題是說呢 roll number 意思說呢 請問一下 上面這個範圍 你要抓到的資料 是第幾列呀 那我要抓到的是第幾列呢 其實 有沒有 其實我要 我的範圍在這裡 那 剛好 有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 剛好 他這個範圍的第1列 就是他 這個工作表第3列 有沒有 第2列 就是工作表的第4列 那其實你會發現呢 他在第幾列 跟他的編號 剛剛好是match的 所以呢 我們 特別注意喔 可以用什麼呢 用他的編號 來當他的那個roll number OK 那抓過來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可是上面是文字啊 特別注意喔 他是number 所以如果你給他的是文字 有沒有 他過來之後呢 他會自動幫他轉換成什麼 數字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只要number 文字 自動轉什麼 轉成數字 所以是出現2 那再來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哪一欄呢 那我剛好是 我要的欄數剛好是 這個範圍 剛選這個範圍 我要的是姓名這一欄 所以特別注意喔 是 12345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 我這邊直接填入多少 Color number 我要抓的是姓名喔 這個範圍的 對 輸入2嘛 所以概念跟vran數的 第3個參數一樣 只是說呢 那這個index 沒有vran數第4個 第4個參數 他就是你要查詢的 是 完全一樣呢 還是 找接近的 那沒有 再差一個 所以 特別說array 然後呢 哪一列 我們是剛好跟編號相match 再來的話 哪一欄 第二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他一樣 會幫你抓到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它選擇 第1 你會發現他也會跟著變 所以基本上 index的概念 他就是找這個範圍的哪一列 哪一欄 給他就OK了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地方當然我如果希望向下填滿OK的話 你會發現用什麼方式可以讓他向下填滿自動會變成2345 其實不是剛剛一樣嗎 你可以這邊把他改成什麼 改成弱不就好了 ROW 小瓜糊 4嘛 所以減掉2 OK 然後你按確定之前 那記得把這個範圍 F4 鎖列就可以了 那這個roll number也是F4 鎖列就可以了 按確定 那一樣向下填滿 OK 也是可以做出來 利用一樣的範例啦 我們只要是利用一樣的範例去比較 不同的函數他所能做出來的 的效果 還有他有沒有哪一些 可能的限制 那所以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這個地方 用 剛剛的兩個 一個是用什麼呢 用 我把它複製工作表 這個用logap函數 另外一個是用index函數 也一樣可以向下填滿自動產生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 熟悉兩個 常用的查詢函數 一個叫lookup 一個叫index lookup跟index 試試看 聽起來 好 好